无论是3加11或者是疫苗部署的一个情况 监察院沿拟在疫情控制之后 要约谈指挥官陈时中 国会到现场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佩轩 好久不见 国会在场我们请教的是我们曾命中委员 因为您曾经也是行政官员 我们来问问一个议题好了 我们都知道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被大家挖出了有好多好多 我们在防疫政策上面不够完善 不够周延之处 3加11就是一个 我们的疫苗采购不透明也是一个 所以也因此呢 现在我们监察委员终于要动起来了 说要等到疫情稍微收到控制之后 他们要找时间 沿你要来约寻我们的指挥官陈时中 委员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监察院是一个宪政的独立机关 他们属于行政院 但是我发觉监察院改组以来 监察院都在睡觉 监察院就睡觉 现在终于醒过来 要约寻陈时中 其中他很辛苦 没有错 做得很辛苦 但是比如疫苗的采购等等 三加十一 换了很多错 但是监察院到这几天 他醒过来 需要约寻他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监察院是宪政的独立机关 他有约寻 或者调查行政机关 到底有没有维师有没有维法 必要之后还可以移送惩戒弹劳 我觉得监察院已经睡太久了 睡太久了 该醒过来了 该醒过来了 但立法院当时其实有授权 在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要因应疫情 所以指挥官有一些必要的因应措施或决策 是可以交由他来处置 但这并不代表这样的授权让他是无所不能 当然他还是依法行政 我觉得陈志忠他真的做得太慢 比如说Delta进来 早在去年3月 卢秀恩市长跟卉宇市长 就一定一直要求 说入境要全部普筛 但也不做 现在Delta病毒进来了 造成国内已经有12个确诊案例 我们要求假设Delta病例 病毒在台湾造成大的流行 造成重大的疫情 我们要求陈志忠赶快下台 赶快下台 下台负责 为什么我们刚刚会先从一开始带出来说 我们的曾委员以前当过行政官员 以前的行政官员听到监委要调查 可是很害怕的 不过现在我相信老天室里面网友 可能有很多人会去刷一牌说不信任 也不知道监委最后调出来会是什么 但是起码他是做到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立法院 虽然有授权给陈时中 作为指挥官有一些处置 他可以做决策 但是监察院此时 他就要发挥权力制衡的力量 以前你们确实听到监委要调查 应该都是皮皮串 而且应该真的会调查些什么吧 没有错 我们听到 我也在行政机关服务将近40年 听到监察院调查 真的是皮皮串 我们会充分准备 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依法行政 有没有违法不当 他调查的重点是第一个违法 有没有违法 第二个有没有不当 老实讲 现在监察院领导改组之后 我们不报他太多的信心 但是总要去review一下 你总要醒过来 去review一下陈时中 这段期间 防疫虽然做得很辛苦 但是有没有为师 有没有不法 你总要尽力点监察院的功能 你再不监察 因为你再不发挥功能 难怪人家修宪 把你毁掉 把你毁掉 大家都知道五院之间是分立的 大家都是分开自己在成立的 但是昨天听到监察院要来查 要来约寻 而且强调是疫情过后 会等到疫情被控制 才要来约寻 不过我们的行政院长 这个苏贞昌 他已经先出声了 他又再次护中 他说什么呢 他说监察院这也太不厚道了吧 光是太不厚道 不厚道这三个字恐怕就显示出 我们的行政院跟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如此的傲慢吗 其实这不但是傲慢 而且没有宪法 依宪法形式的修为跟修养 这个是天经地义 监察院要调查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的行政 有没有依法行政 有没有不当天经地义 更何况城市中做了很多的 很多的事情都不公开不透明 当然监察院要发挥一点点功能 发挥一点点功能 赶快介入调查 当然感受的中原报告时间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然肯定 其实疫情对抗到现在 真的也已经一年半超过了 所以我们也很肯定 我们的指挥官程式中在过去防疫的上半段 其实是算是防守的不错 不过是不是可以做更多呢 尤其由一个人来做这么多决策 或是背后其实可能还让他背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才会在也许许多在后半段的决策上面 有了些许之间的调整 导致于总之现在看到结果论 就是本土疫情大爆发 也因此现在看到的是监察委员 他就是说他要在疫情能够获得控制 之后要沿你找时间来约寻一下 陈时中了解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疏漏或是不够完备完善的地方 不过这不代表说就认为他就判定 陈时中是有问题的 所以也因此我们在一方面肯定 每一位官员在疫情防守 大家都是辛苦没有错 不过政策上面究竟有没有背负什么的压力 或者是说后半段是不是确实防疫防的荒腔走板 这都必须要备受检视 因为部分是工作人物或是政治人物 或是中央官员每一个人都要备受检视 直播